今天我要用红萝卜和杏鲍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 大家好,我是Kissing,欢迎来到KissingWongTV 我的频道只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 你是不是跟我样吃素? 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 那你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哦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可以点个赞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用红萝卜和杏鲍菇做素食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一条杏鲍菇,这一条杏鲍菇已经清洗干净了 现在切薄片 切完薄片后,排整齐 现在要来切丝 把杏鲍菇放入盘中 准备一根红萝卜 先把红萝卜削皮 把红萝卜用削皮刀削成一片一片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青椒 先把青椒的头切下来 这里对半切 把种子挑掉 这里对半切 再切成条状 地头的地方不要丢掉了 可以切下来 切丁变成可以煮炒饭 就放入保鲜盒里面 把青椒放入盘中 把青椒放入盘中 准备两根玉米笋 把它先切片 再切成条 再切成条 切完条状排整齐 中间再切一刀 把玉米笋放入盘中 准备10克的姜 先把姜切片 先把姜切片 再切条 再切成姜末 再切成姜末 把姜末放入盘中 热一锅水 让它煮开 水已经煮开了 放入些油 半茶匙的盐 转小火 把红萝卜放进来烫 大概烫了一分钟左右 可以把红萝卜夹起来了 把红萝卜摊开 一片一片 让它放凉 锅内放入少许盐 油 油热了之后 把姜末放下来炒香 姜末炒香后 放入杏鲑菇 把杏鲑菇炒软 杏鲑菇已经炒软了 现在放入青椒和玉米笋 大约略炒一下 可以来调味了 半茶匙的盐巴 一些橄榄粉 把调味料炒匀 把调味料炒匀 我不加水 就一直不断的慢慢翻炒 因为杏鲑菇会释放出水分 我大约炒了三分钟左右 可以起锅了 把炒好的蔬菜放入盘中 取一片红萝卜 把炒好的蔬菜夹起来 放在红萝卜上 把红萝卜卷起来 这样子就完成了 哇 红萝卜蔬菜卷完成了 清炒的蔬菜觉得很无趣 加上红萝卜卷起来 就可以变得更不一样 蔬菜天然的颜色 看了都食欲大开了 再撒上香喷喷的海苔粉 又多了一种风味 非常感谢大家 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 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做的 素食加藏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